大家好,我是Selena,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我们在清迈古城门的北边 我订了一个民宿 那这一个饭店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呢,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饭店呢 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还有呢,它大概是什么价 我们首先先从环境介绍开始 我们一起走吧 这里呢,我觉得它蛮不错的 就是它种了很多的花 然后它的造景也非常的不错 你也可以坐在这个凉亭那边 喝喝咖啡啊 然后坐在那边聊聊天啊 非常的不错 这边还有一个水池 而且啊,我发现它里面的鱼很多耶 对,这里 然后这里呢,在中庭的部分呢 它就有一个游泳池 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 就是你来这里住宿呢 还可以顺便有度假的感觉 就是等于我们之前订饭店的时候 我们就订在古城的附近 所以我们古城那边附近 大概都已经去绕过了 也去逛过了 那这次我们订在古城的北边呢 稍微远一点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在北边这边 去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商圈呢 或是附近的一些市场 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然后呢,我们又订了这个饭店 那这个饭店呢 就是它不是在非常闹区的地方 但是呢,它的环境又非常的好 非常的安静 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地方 下来待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到附近的区去走一走啊 去explore一下 去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 然后看看当地的居民啊 他们的市场啊 他们的市集啊 我觉得挺不错的 然后你不想出去的时候呢 我就在饭店里面也可以游泳啊 也可以稍微休闲一下 所以还蛮不错的哦 我们再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饭店的样子 然后它这边呢 你看它有蛮多间房间的 然后我这两天住在这边的感觉是觉得说非常的安静 然后很悠闲 那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好 我们没有每天让他们清房间的服务 因为我们就蛮简单的 所以他们固定每天都还会有换洗的毛巾啊 还有一些盖洗用具啊 都会每天都会换一套新的给我们 我觉得挺不错的 而且呢 这个饭店还有包早餐 那边就是吃早餐的地方 应该说它的早餐算还可以吃得饱 那就是他们泰国人的吃的早餐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 它呢 它呢是有一个洗手台 然后它有微波炉 它空间还蛮不错 还有热水壶哦 它一进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冰箱 它其实空间还蛮大的 这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然后它有一个书桌 可以在那边剪辑影片 然后还有电视 这里还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衣柜 那衣柜蛮大的哦 其实这个空间来用很够用 它冰箱是大台的 它不是那种小冰箱 蛮大的 它的浴室呢 还蛮大的 而且很干净哦 所以还不错 看非常的干净地板 现在早上我们要去吃早餐 下面就是餐厅 环境是真的不错 环境是真的不错 这里就是餐厅 早餐其实蛮丰富的 今天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吃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挑你要吃饭啊 还是吃面包 它可以烤面包 然后我们吃银子 我们吃银子 对吗 没有 是 两个 你吃银子 然后我们吃银子 这就是银子 对 这就是银子 蔬菜 keeUB 這就是我的早餐 好不錯吧 然後 薩拉在烤麵包 他都是用麵包然後夾蛋 他有火腿啦 你要火腿也可以跟他要火腿 要不要 我們不太喜歡吃再次品 然後就這樣吧 調料都不用 這就是我們的早餐 我還自帶牛奶 因為他只有黑咖啡 然後他有那個奶精 我不要奶精 所以我買了牛奶自己來加 也是不錯的 他吃西式 我吃中式 我們吃飽了 我們又要出去走走晃晃 今天跟一個網友約了見面 去跟他喝個咖啡聊聊天吧 我們還蠻開心 一路上我們在旅遊的時候 都會有朋友約我們要見面 然後認識一些新朋友 然後大家聊聊天 還挺不錯的 蠻喜歡這種感覺 這個飯店我是在booking.com裡面訂的 那這個飯店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泰幣700多塊不到800塊泰幣 我覺得價位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還包早餐 所以我找到這個飯店 目的就是在這邊非常休閒 然後又可以享受這種在飯店裡面很悠閒 想出去就出去 不想出去我就在飯店裡面 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你們大家如果想要來這裡的話 可以上網去找好看 在booking.com裡面就可以找得到 還蠻不錯的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影片喔 希望你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下一集我們將帶大家去哪裡呢 敬請期待 謝謝大家的支撐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